这个共享单车也特别的多共享的电单车 一般都是两块五 两块五十五分钟吧 这些都是老款的 这些都是老款的 新款的比这个要漂亮一些 这周边的植物 这是芭蕉树吧 西双版纳歹足自治州 北侧与普尔市毗邻 西南与缅甸接壤 东南与老挝相连 地处横断山脉南断 北侧是埃劳山和无量山 东西两侧为山地 中部为谷地和盆地 蓝仓江纵贯泉州 面积19,096平方公里 总人口约130万人 叛族比例约33% 歹族比例约25% 州下辖三个县级市 景洪市 蒙腊县 蒙海县 自治州首府驻景洪市 其中景洪市蒙腊县的海拔气候相似 均属于热带季风气候 全年分湿剂和干剂 景洪市海拔550米 蒙腊县海拔640米 蒙海县海拔1700米 2022年末景洪市常住人口约65万人 户籍人口约44万人 GDP374亿元 景洪西汉时为埃劳地 东汉时属南福县 唐宋时期属地方政权南兆大理国所管辖 1957年合并设为县级本纳景洪 1993年撤县涉市 景洪 歹宇的意思是黎明之城 是以歹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边疆地区 景洪市的少数民族人口约31万人 占户籍人口的70% 歹族人口14.4万人 占户籍人口的33% 哈尼族7.8万人 占人口的18% 2022年年底 疫情开放之后 景洪迅速被北方旅居老年团占领 傍晚的江边步道菜市场 充斥着大量的北方游客的口音 其中满纳被网友戏称为 继东北三亚之后的第二个东北飞地 哈尔满纳 其中南北方习俗的差异 也在外来旅居者和当地人之间产生了不少的冲突 冬天的景洪街头气候宜人 空气优良 街道两旁种着高大的椰子树 一派热带城市的景象 大象和孔雀是西爽版纳的吉祥物 大象雕塑随处可见 房屋的建筑外墙上 有大量的金色孔雀的装饰图案 不要闹 不要闹 小朋友不要闹啊 我骑着电单车穿过西爽版纳大桥 桥下水流湍急的澜沧江澎湃流过 我准备到曼斗村的灯红区 一片遍布美食馆按摩店的小巷子 吃一碗山西炒刀椒面 顺便呢 看看有没有站在小巷子里的女菩萨们 曼斗村是进入江北到高庄西双井景区的必经之路 前段时间呢 阿瑟增加了巡逻的频率 晚上出来工作的女菩萨们几乎销声匿迹了 偶然发现他们竟然和阿瑟打起了时间差 只在上午中午和下午出动 因为小巷子比较凶险 我把相机隐藏在背包的后方 看看能不能拍摄到女菩萨站在小巷子里的寝静 后续呢 我也会专门出一期视频 讲讲这里的小巷子曾经繁盛的状态 真的吗 对 好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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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